刚刚签下了尹龙集团的千亿订单 现在又收到了秦家的千亿敬礼 远远 你这是何等天大的荣耀 看你同日辅助全组 邀请赞同所有媒体 等于用家族所有职业全力准备龙门宴 就要我姐和副家 一样密度天下 敬礼我先远速来 我们亲自才来赌事长 马上就到 快 快去准备 迎接秦总 秦总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还请你海寒 秦峰 狗东西 怎么是你啊 你要不要脸 拿了我女儿两百万封手费 你还有脸来纠缠 秦峰 我说你怎么看见赖笔狗似的 我姐不是和你说得很清楚 你只听不懂人话 燕却安之鸿骨之至 她以为她这样死皮赖脸的纠缠 我就能回心转意 简直幼稚 傅元元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秦峰 我告诉你 秦氏财团已经送了千亿聘礼 我姐马上就要成为秦氏财团的少女 来 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懂吗 想施氏财团 你走错门了 我姐和我说过这件事了 我呢 就来拿回品 秦峰 你脑子没病吧 你说什么 你是秦总的弟弟 我呸 想多要点分手费你就直说 不要说这种离谱的理由 千亿聘礼 京都秦家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够了秦峰 胸无大志 信口 开河不自量力 真让他感到恶心 我傅元元 既能拿下乙龙集团的千亿定感 又能让京都第一世家青睐我 驾惹豪门 这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区别 你呢 陈天想着怎么在我身上多吸点血 都要点分手费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 看来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马上就要成为情世财同的女主 未来龙国第一贵夫人 京都第一世家的秦少男 我跟你当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秦峰 你不是小春我姐伤在饿点钱吗 今天小爷欣赏你 我就再赏你一点 老子又当位狗了 秦峰 你 秦峰 你敢打我 嘴巴放干净点 要是再有吓死 那就不是一巴掌那么简单 秦峰 知道你打了谁吗 可是秦家奇广都为了小舅子 秦峰 你闹够了没有 还想怎么 还想不就丢人吗 丢人 我做的最丢人的事情 就是养了你们这帮富家的白眼督 秦峰 我听你吹牛逼听了我脱头了 我签一聘你 必有签人订单 你也有医的实样 这些东西真是 有头你说回去 你懂事 赶紧我看 我从公司走不到 我们还要去参加龙门宴呢 好 那我就在今晚的龙门宴上 打回此与你的一切 要可救 红走 那我还希望傅小姐多多提醒 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晚上我傅家 不光是要签下引楼集团的签引订单 派令界更大的喜事环步 秦氏台端已经放来签引聘你 我仅付元宴 即将加入京都第一号门 什么京都第一号门 我们秦家 陆家这是要出龙了吧 龙门宴龙门宴 果然是愉悦龙门 大家谬赞了 秦 我到了 放心吧 秦峰你有完没完 像个狗屁高耀 你要跟着处子 前段时间已经说得够紧了 你能不能要点人 秦峰 我警告你 今天你要敢闹事 老子挡断你的腿 赶紧给老子拖 这是不明白了 你们到底有什么优越感 你们能来 因为你们配 没错 这龙门宴是明流云集的上层 可不是什么人能见 至于你是什么身份 就用不着我提醒你 副总 跟这样的人讲话 拉住您的身价 这就叫把我扔出去 师少到 哎呀 师少您来了 您来了 我们副家 能拿下饮农集团的订单 多亏您从中车核 对对对 你对我们家的恩情啊 我们副家 绝不会忘记 多谢师少了 小事一招 不过是本少一句话的事 如果傅小姐真的心存感激 还不如晚上陪本少多喝几瓶 秦峰 看见了吗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时少 是你永远有五八七级的男人 这是谁看到的 怎么把狗放进来 时少 让您见笑了 这个狗东西 不知怎么 它就跟过来了 傅圆圆 你宁愿相信这种男 也不愿相信我 你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让我只相信你 你个臭鰻鱼的 呸 要不要跟这种下等人配合 能不能业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赶紧入座吧 对了 角泽 告诉你件事 龙王宴的座位 是有安排的 身价千万的一桌 身价上亿的一桌 身价千亿的一桌 你的座位在哪 不会 在厕所的吧 就他呀 连在龙王宴厕厕所吃饭的资格都不够 求饮不住 你们也配合我谈资格 哎 急了 急了 要不 跪下给我磕两个小头 我可以给你安排 秦峰 听我一句句 赶紧走吧 你还没看出来吗 大家就是把你当是笑话一样看的 在我眼里 你们才是笑话 够了 秦峰 我告诉你 我跟你之间永远都不可能 我的未来 是万人敬仰的秦家女主 而你的未来 只能在万人小盘前挣扎做个小贩 不小心 何必跟这种病人交出 闻到宴会开始 没有座位的人 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够东西 我倒要看看 你今天晚上 到底坐在哪里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 我想知道 身价万亿的女合集团 应该坐在哪 不找东西 你疯了 赶紧滚下来 秦峰 我真是受够了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有用吗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划重取手 丢人现眼 你难道就没有自尊心吗 你卖鱼的穷鸟丝 凭什么在这儿大晃纠色 凭什么 就凭他赴原刃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他好像是个神仙巨人 真是笑死我了 你要是引龙集团的总裁 那我娘我就是王母娘娘 秦峰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天过来 无非就跟前两次一样 苦角蛮缠 为的就是想让我再加点分手费 好 我满足你 等我谈成了引龙集团的千亿订单 我再给你一个亿 但从此以后 你以我恩断义绝 再无瓜葛 真丢人要要钱交到这里 秦峰怎么他像这种八经男 逃你个青方 我活了几十年 第一次看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给他一个亿 还不是替我一条狗 给狗啊 狗还真的摇我一条狗 这份仙艺订单 是我帮傅小姐抬起来 你想拿着一个意义 问过我的妹妹 一个臭卖鱼的 谁惯的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 世少是我的贵客 谁允许你这么跟她说话 我道歉 道歉 我跟她道歉她承受得起 她的身价是你的千倍万倍 为何承受不起 能来参加龙门宴的人 哪一个不是你要占仰的存在 清风 今天是我余悦龙门 一步蹬天的高光时刻 你要是再来不想探查 拖坏我的大力 就怪我对你不客气 好大的口气啊 很危险 subconscious woman SAID 你是什么东西 让情势财团给你面子 也不怕风大闪舌头 秦峰 我说你怎么有底气在这儿叫嚣呢 原来是给人当了小白脸 有人给你撑腰了 秦峰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刚分手你就找好了夏家 随便你们怎么想 我秦峰 我心无口 一群狗男女 真是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放死你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不是我说 几位美女 你们的眼光可真差了 真就看上了这个臭卖鱼子软的犯男 他除了长得帅点 医无事出 你们养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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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闭嘴 我让你说话了吗 我们的眼光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某人的眼光可是差到了极点 你就是傅媛媛吧 你可知道 你错过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行啊清风 你找这几个演员过来演戏 无非就是想自己人 你的底细 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我劝你还是脚踏实地 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 要 傅小姐还挺傲的嘛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国的公主呢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赌什么 就赌七天之后 你会无比后悔地和我弟弟分手 能让我复原又后悔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弟弟 七日后的大典上 你可要好好表现 要让某人知道 什么叫有眼不是太善 第十字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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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查哦 订阅一下